大家好,大約兩年前,鹹蛋魚皮在香港的出現曾經引起一股熱潮 我也買過好幾次 雖然特別的理由挺好吃,但我依然覺得它有點貴 一包大的需要超過一百元才買到 今天就試試自己在家製作 先買個關子,我覺得味道和正版有九成相似 好,看看材料 咖喱葉又叫做九里香 是一種起源於印度的香料 多數用於東南亞的菜式 有種淡淡的類似咖喱的香味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它和檸檬葉和九成塔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千萬不要亂用它們來取代 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咖喱葉相比檸檬葉、香茅、青、檸九成塔等等香料 是比較難找的 一般在大型的泰式雜貨店 或者印巴芋人士開的雜貨店 才有機會找到 拍攝當日,我在九龍城走了幾個小時 才找到一間一直有賣咖喱葉的店 這間雜貨店是我暫時見過 賣新鮮東南亞材料最齊全的地方 沒有之一 這間店是九龍城城南 其實整條街都有幾間類似的集貨店 有些都有新鮮的材料 有興趣或者想煮一些雕鑽的泰國菜 我都很推薦大家去看看 魚皮方面我用現成的炸魚皮 我用了最常見的黏魚皮 順手買黃鮮皮來試試看 但我發現黃鮮皮味道太濃 和鹹蛋黃不是很合 所以我建議用黏魚皮 而且還比較便宜 我們開始做 首先鹹蛋黃隔水蒸20分鐘 蒸至熟熟為止 再用叉去壓碎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早了幾分鐘拿出來 導致鹹蛋黃的中心位未熟熟 所以壓出來的效果味很夠碎 咖喱葉一片片撕下來 然後捲起切成絲 接下來就開始煮了 鑊到加入牛油煮熟 放上壓碎的鹹蛋黃 讓它起泡而且有順滑的感覺 但注意不要用大火 因為很容易焦 關火然後馬上加入砂糖 放上三分二的咖喱葉拌勻 再加上魚皮拌勻 讓魚皮包上一層鹹蛋黃醬 這個動作要快 否則當鹹蛋黃稍微放涼 它就不黏著魚皮 最後灑上辣椒粉和少許咖喱粉 加上剩下的咖喱葉 這樣就大功告成 知道怎樣做這個零食之後 其實更加覺得它超邪惡 極高脂肪 所以都是小吃多之味 不過這個做法 味道真的起碼有九成次 而且平均一碟的成本 只需要20-25元 如果想便宜地吃到它 不妨可以試一下 今集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再會坐幾個字 32222233333343333344333444334444444 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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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44564444454444425544 машин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